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 牧羊人读书笔记 牧羊人读书笔记 那这本书是一位外交官 他的读书笔记的集合 那他是一个广泛阅读的最好范例 他读的书非常的多 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 阅读可以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涵养 还有提高应变的能力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里面 让我有所收获的地方 还有就是阅读可以培养我们的内功 也可以培养我们的外功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会分享一下 这本精彩的读书笔记的一些想法 那这本书的话是这个赞助者的投票选书 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投出来的 它是属于第二名 那这个赞助者的意思是 只要你在阅读前哨站上面成为赞助者 每个月99元的赞助就可以得到一个账号 那登录网站之后就可以进行每一季的投票 那现在这一季的投票会在三月底结束 那票选前三名的就会放在下一季的时候 跟大家说明 所以这本书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投票选出来的 好那这本书的值本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博客来的网站上面去买 那你也可以用我的这个折扣券 相关连结都放在资讯栏里面 但是呢值本版好像快要卖完了啦 所以如果你有在看COBO的电子书的话 我也帮大家拿了一个七折折扣码的优惠 所以呢你有兴趣的话 电子版也有这个折扣 那相关连结全部都放在资讯栏 OK那就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了 牧羊人读书笔记 那如果说你有在听我的说书啊 或者说有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看我的读书笔记文章哦 如果说我的文章是 小学生那种寒假作业的程度好了 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 大概就是这种大学生写出来的 这种研究论文等级的这种书啦 因为这本书为什么会进入这个票选 是因为有一位读者他曾经跟我推荐这本书 他告诉我说啊 你读了这种读书笔记哦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超级高手写出来的读书笔记 所以这个就让我印象深刻 想说到底高手是怎么写读书笔记的 那这本书就绝对是其中的一本代表作了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首先当然要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那这位作者的名字叫做朱靖一 好那朱靖一的话 他是一位经济学家 也是中研院的院士 那他呢在2016年到2019年的时候 这三年之间 他担任这个中华民国 驻派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大使 就是WTO 那他曾经在这个瑞士的日内瓦的 这个驻派期间三年的时间 读了超过300多本的书 那他还帮每一本书都写下了 100字以上到这个8000字之间 不等的这个书评 而且他还会把这些书评的内容 寄给这个WTO驻团的团队 每一个同仁一起赏息 所以也是一个很乐于分享 自己读书心得的一个很厉害的高手 好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集结了朱敬一 他所写过的25篇 非常精彩的读书笔记 里面的范围非常的广 包含了一些思想啊 历史的 经济 政治跟贸易 那甚至他也谈到了一些生物啊 跟科技 还有关于中国 两岸方面的一些广泛的主题 那让我感到很震撼的是 在读这个书的过程中啊 我觉得作者他很厉害的地方在于说 他对每一本书的这个主旨 还有这个每一本书的脉络 掌握的都非常清楚 而且他可以用一些跟我们生活中非常相关生活化的议题 跟我们社会上非常贴近的议题 再把它跟这些书里面的学术理论连接起来 那整本书我觉得读起来 充满了很多的算批判性的思考 那除了批判性的思考 当然也有很多的真的批判 例如说他对一些时局的讨论啊 跟批评 再加上啊 他给的这个正负评价 或者说这种褒贬评价 都非常的直接啦 完全不会拐弯抹角 那就完全也没有那种什么客套话 或者什么语代保留之类的 所以读起来是非常的过瘾 你会知道这个人 他的一个评论的一个观点 或者说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而且你会知道他的思考的脉络是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么讲 因为他也有很多地方会去引进据点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 在阅读的过程中啦 特别是针对 如果你有写这个读书笔记的习惯的话 这本书可以大大的提升 你对于读书笔记的一个认知 你会知道说 真正高手他到底是怎么写读书笔记的 那我觉得读完之后 也有一种打通认读恶脉的感觉 就知道说 哇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存在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我会聊一下的是 读书是不是应该要带有目的呢 那第二个就是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批判性思考 我又简单举几个 那第三个部分是 产业政策跟这个自由贸易 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作者他怎么看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先分享第一个 这是说读书是不是要有目的 好 那作者呢 他就认为说 读书呢 不应该带有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这个外交官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通常需要很深厚的涵养 还有应变 那如果说你读书都是带有目的读的话 你是培养不出这一些涵养的 那你没有涵养的话 你无法去应变 那再更进一步来说的话 如果要当一个外交官呢 不只是这个平常这种 应退进退啊 或者说你跟人家的谈吐之间的 这种很普通的互动 更深层的是什么 你必须要跟其他国家的人士呢 去讨论一些关于布局上面的主题 有战略方向的去跟他们对谈 那他也必须要对于自己国家的一些历史啊 跟现在的一些政经背景 还有你的对象 你的对象国家的这个任何的这个背景脉络 你都要很深刻的了解 所以呢 你要有这一些很充足的知识 认识很多很多历史跟财经啊 还有关于一些科技生物方面的一些知识 你才能够跟对方这个自由的一个对答嘛 所以他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呢 是广泛的阅读 那不要特别带有目的 那这样子才能建立起这个含义养 所以说他的一个观点是在于说 读书其实不是为了有没有用而去读 而是呢 你事前不知道说到底有没有用 那可是呢 你这样子去读的时候 你反而在读完之后 你可能会自然而然的找到应用的方向 所以他就说了 不带有特定目的的阅读 反而能够自然而然的 能够养成你自己内在的一个涵养 那这个涵养呢 就可以帮我们去看到一些问题 背后的问题 那进而呢 做出更好的选择跟判断 那在书里面呢 作者他就举了其中一个例子啦 像他说这个之前 中国和美国 他们在5G的这个通讯领域上面 竞争得非常激烈嘛 然后美国也是处心积虑的 想要去处理那个华为这家公司 那我们 其实你这样子 从外 从外在这样子去看 有时候可能会物理看华 为什么美国突然想要去处理华为 那作者他就说了 其实啊 他在读小说的时候 他就从一本小说里面 去绣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好 那为什么这个很严肃的议题 跟小说有关系 这边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像作者他就说了 有一本书 这个小说 叫做Ghost Fleet 那Ghost Fleet 这本小说呢 他就在描述说 未来的世界里面 美国跟中国 有一个军事的战争 那那个军事的战争里面呢 他们牵涉到了很多 关于这个电子的侦测啊 飞弹的导引啊 卫星的侦查 这些科技方面的战争 那其中一个 很关键的环节之一是什么 就是中国在开战之前的 十几年之间 就已经透过了很多很多 外包的机会啊 委外制造的机会 把这些间谍晶片 植入美国的这个 卫星 通讯装置 等各种的电子设备 导致说 真正的战争 开打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作战系统 是瞬间被全部瘫痪 只有挨打的份 那这对于 这个理解 美国和中国之间 这个对于 华为公司的这个 这个竞争就很有 很大的帮助嘛 好 那这样子讲 好像说 小说的剧情 好像只是在影射而已 那到底实际上 有没有这样的事 好 那我们这边也举一个 真实的世界的案例 好 作者就有回顾到说 在2017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习近平 他曾经有去香港 参加这个 香港回归 20周年的一个 庆祝典礼 那香港当局呢 为了避免 那时候已经开始 有一些抗争的 这个行动出现 就是有一些 民主自由的行动出现 那他们就采取了 一些防卫措施 希望说这个习大大 在访问香港的期间 不要有什么意外 那那时候啊 香港在那个期间 所有的无人机 都无法飞起来 都无法升空 注意哦 是同时之间 是无法起飞的 在他访问香港的期间 是同时之间 是无法起飞的 那我们知道说 无人机的原理是什么 它背后会